讀神学对我来说 其实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 就是想尝试透过对基督教信仰的理解 让这个世界是活得更美和更好 《识剑伯仁》我想里面最重要 是延续在大学的一个教育的信念 大学的教育不是只是培养一群尖子 而是培养一群我们对社会 对人有承担的一群学生 一群服务的人 我自己个人很相信 就是自耶稣基督復活升天之后 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尼赛亚的时间 尼赛亚的时间就是代表 我们是未完全去到上主 应许我们的救赎 但是我们又不会完全 是接受当下所发生的事情 是我们的未来 保持这种信念 就让我们会有一种盼望 而这种盼望也有能力去面对疫境 就是说我们当下所遭遇的一切 不会是我们的最后 香港的教会在这一年里 是进步了很多 相对于雨傘运动 大家会有一种责任 有一种承担 我自己觉得 教会应该在这一刻 要多些相信和信任青年人 这个青年人 不是单单在教会里面的青年人 更加是在社会里面的青年人 在这一刻 崇基最特别的地方 就是不是老师作为主导 而是同学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所以不同的年份进来的同学 都会塑造到崇基神学院的神学特色 和社群的生活 其实进来读神学 不需要考虑很多 亦都不需要考虑 是否一定会跟你日后的事奉 一定有关系 亦都不需要考虑到 究竟有没有其他教会会 会承认崇基 而是你只是抱着一个很简单的心 就是我想进来 是对上帝有更多的认识 对教会有更多的了解 以至到我们一起追寻 如何让这个世界活得更好 更美就可以了